哈囉各位粉絲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對大盤的看法 還有各股的選擇 非常歡迎各位鎖定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籌碼大師的時段 記得看節目的時候 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記得鎖定籌碼大師喔 選擇籌碼強勢股操盤手 非你莫屬 大家好我是籌碼大師李崇欣 昨天的美國股市 恰伏震盪 標普受到平盤附近 那納斯塔克還廢半了小漲 倒窮小跌 那其實四大指數呢就在盤上 平盤上下正常不過 幾乎都是開高走低 因為昨天歐股表現也不理想 那在急漲一段之後 指數進入整理其實也蠻正常的 那今天台北股市呢 反而是台積電領跌 今天尤其是尾盤MSCI的季度調整 最後一盤竟然出現了1400多億的量 這個如果 我的印象中是沒見過 當然 每次進度調整的大概都 600億七八百億 很正常 這次1400多億的量 是沒見過 讓今天的承載量衝到4090億 老是這個量會不會太誇張 今天超級大量大盤是跌了 43點 不過今天我們也看到 個股的強弱也真的不太一樣 我記得昨天在大世界話也跟大家分享 所以待會我就看看我們昨天大世界話怎麼說 其實重點是 怎麼樣的選股 那這一波 怎麼漲上來的 我再跟大家回顧一下 其實就是在 5月16號 那5月16號台北股市為什麼漲呢 因為5月15號肺半轉強 在關鍵的時刻 肺成半導體轉強了 來 來 那 昨天晚上的大世界話提到 選股才是重點 因為大盤短短兩個禮拜漲了1100多點 那我們系統裡面多頭的股票 快六成 空頭的股票還有超過四成 了解意思嗎 也就是說 不是大盤已經來了16500 16600了 所以 雞犬升天 老師那多頭股票這應該八九成吧 大盤漲得這麼兇 不是喔 前天才55對45嘛 昨天是58.5 將近六成 今天也許會到六成 那可是還是有四成是空頭啊 所以 慎選股票是很重要的 選擇 多工強弱差 因為個股的多工強弱差距很大 選擇籌碼強勢股才是效率操作 其實法人的操作也是這樣 我待會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昨天 有跟大家分享我們每天的 外投本筆的表格 對不對 那昨天是讓大家看了 這12天 外投本筆外資 買超 外資和投信 外投本筆的前15名 和後15名 用我們系統來看看 他的走勢如何 各位你看到了 哇 法人做多了 這個都有做多訊號 而且 做多訊號比法 進場還要早 待會會給各位看投信的 就是我們今天拿 這12天 投信買賣超的前15名 來看看 這個 我們系統 到底在針對投信買盤 我們的訊號到底出現比較早 還是比較晚 還是 出現了怎麼樣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說 要成為一個贏家 你一定要有方法 我們就是這套 支付人家超盤系統 那這波你看 我剛剛提到了 5月15號 費城 半導體開始漲 5月15 台北股市是5月16 各位把他記起來 5月15號就這一天 景縣 在景縣附近開始攻 然後呢 到了昨天 對 他昨天是開高走低 在小漲 可是是一根黑K棒 那並沒有影響他的多頭走勢 KD還在87 這個納斯達克也是 5月15號開始漲 因為5月15號突破這8個月的高點之後呢 在這裡啊 對我在這裡 5月15號在這裡 沖上去之後 昨天也是開高走低 納斯達克昨天還是漲 也是創下破斷新高 創下一年的新高 可是呢 他是黑K 一個黑K 並沒有影響多頭走勢 那道琼昨天是小跌 好記得小跌50點 這是S&P500 昨天也是 創新高之後拉回收的平盤附近 來德國比較弱 法國更弱 法國比較奇怪 你看 昨天大師的話有提到 他是昨天的收盤創下這4月份回檔以來的收盤最低點 其實法國股市如果各位你會MACD的話 法國股市從4月中 下旬之後 他MACD就空頭了 對不對 所以 我跟各位分享MACD 各位不曉得 是不是很好用 尤其是看 指數 因為指數是 所有個股的總集合 看指數 準確度更高 法國股市是空頭啊 對不對 什麼時候販多 不知道 市場決定 所以法國和德國其實 偏弱嘛 對不對 本來是領長 後來最近拉回來整理 日經最強 日經這個多頭已經兩個月了 有沒有 MACD多頭多久了 日經來 韓國股市今天很意外 韓國股市今天創高創下這波的 今年的高點 韓國今天是創新高的 創下今年高點 韓國MACD也是多頭沒問題 那美元指數 小震盪 小震盪 新台幣呢在連續升值之後 今天稍微小貶 他貶值有沒有影響到 MACD的趨勢沒有 MACD往下表示這個K線是往下的 往下的趨勢 那新台幣趨勢是 他往下的趨勢是升值啊 對不對 往下的趨勢是升值 所以 當MACD還沒轉正之前就比較放心 對趨勢 對資金來講 趨勢還是有利多方的 那交權指數呢在這裡 突破之後 因為廢半的帶頭 突破頸限 然後NVIDIA帶頭再噴出 連噴兩段 這裡一段整理整理再一段 那今天拉回有沒有影響多頭沒有 KD值在89 電子類股KD值在90都很高 你看 加權指數K值彎下來 電子類股K值彎下來 反而OTCK值是往上 要開始追上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是89 電子類股是90 OTC昨天還掉下來對不對 那今天呢 今天勾上去 好奇怪喔 對 全資股拉回 集中市場拉回OTC漲 這是好事啊 昨天不是回撤警線嗎 我昨天不是說嗎 剛好回撤警線嗎 今天就收紅了嘛 今天大把跌 所以重點 選對股票很重要 選對股票 所以贏家的三大要件是什麼 看對趨勢 選對股票 遵守機率 那看趨勢其實就 每天鎖定籌碼大師的節目 我很清楚在這個波段裡面 每一次的多空轉折都跟各位分享的非常清楚 記不記得 這一波的起張點是什麼時候 費城辦討題是5月15號台北股市是5月16號 所以跟著我們看趨勢最準 然後再來 選對股票 這選對股票我們是透過量價籌碼打分數 打分數聽好打分數 所以我記得前天有給各位看過 我們股票真的是 94點幾分就沒訊號 95分才有訊號對不對 所以我打分 打分數不是呼嚨大家了 我也給各位看我們的 這個 平板電腦上面的訊號 對不對 的分數 所以真的是用打分數 再來就是你要遵守機率 因為 你要遵守機率你才可能買到一檔對的標的 真的忘了它存在 漲了一大段 沒有平常訊號 你就續報就對了 好所以我要跟 各位分享了一個來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 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 LINE AT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那怎麼樣看到大世界化呢 很簡單 你只要加入籌碼大師的LINE AT 然後點擊手機右上角的技術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PO的K線圖 我每天的大世界化 每天的籌碼表格還有我們的節目 那剛才跟大家提到要 看籌碼表格 我籌碼表格不是 分六張嘛對不對 外投本比有一天六天12天 那投本比有一天六天12天有六張籌碼表格 昨天有跟各位分享了12天外投本比 那些股票 它的 系統的訊號趨勢 那我們看一下 昨天 以昨天來看 昨天大盤是小跌0.08%對不對 那昨天大盤6天漲2.7% 12天漲7.22% 你把它記起來 一天是沒有什麼漲跌的 6天漲2.7 12天漲7.2 那照理說 你以為 那大部分的股票 6天都漲2.7% 那12天都漲7.2%嗎 所以 我常說 個股的操作 你要跟大盤 一定要分開來看 我們看一下昨天 外投本比前15名平均漲2% 大盤沒漲對不對 賣的平均跌2.7% 你看到沒有 賣的是跌的 買的是漲 這外投本比 投本比前15名 買的漲1.1% 賣的跌2.9% 賣的還是在跌 所以它是不是 追高殺低流強氣弱是不是啦 對不對 好那6天呢 6天大盤不漲2.7%嗎 對不對 外投本比的平均 前15名漲18% 每一檔都漲 有沒有 賣的呢 沒有幾檔漲了 幾乎都在跌 有沒有 賣的跌3.2% 大盤是漲2.7% 對不對 來投信的 漲13.5% 賣的也是跌 賣的 平均也是跌 大盤這6天是漲 大盤12天更厲害 外投本比12天大盤不漲7.2%嗎 對不對 外資買的 外資加投信 平均漲25.76% 賣的 漲0.66% 大盤是漲7.2% 對不對 投本比呢 平均漲21% 賣的還跌3% 要記得啊 這個投本比 負的 表示之前投資金是有買的才有股票可以出啊對不對 你看 那老師 他怎麼最近 大盤在漲 這些股票這麼弱 他在砍 對 所以你以為 反而是低階 不是反而都在追高啦 追高繼續漲 他又繼續追 那漲不動他就砍啦 這樣來就沒有 老師他為什麼這樣做 這樣做會有效率 你就不信喔 我來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張吧 投本比前的 前15名和後15名 對我們來看一下 蠻有趣的 第一名是哪一檔 保勝光學對不對 6517 投信買在這一天 這一天買了1500多張 12天投本比 他是全市場第一名 投信買在我們出現做工序話那一天 所以如果你有系統的話 請問一下 像這種投信買的就不要買 我們系統不是出現做工序話嗎 投信還買了這一天 這裡都沒買 那你有我們的系統 不是這裡買到這裡賣掉就好啦 投信買在這一天 我覺得實在蠻冤枉的 你還要買基金嗎 這家投信操作的時候有個爛的 買在最高點那一天 所以你有我們的系統 即使外投本比 第一名 12天他第一名 這裡可不可以買 不要買 老是這裡買比他還便宜 他套了這一天啊 對不對 套了這一天啊 買了比他便宜 要不要買 不買 如果反而買在這裡 拉回來再多投信號 沒有平常之前 我可以買 我會買 這裡就不可以買 這樣了解沒有 所以系統重不重要重要啊 3231 第二名是3231 偽創 偽創這次厲害 我們系統出現訊號好久之前在這裡 這裡是去年 對不對 去年11月4號 到現在沒有平常訊號 你看 投信最新才在追的 有沒有 老是他為什麼不跟我們系統在這裡買 所以 誰比較厲害 跟系統比較厲害啊 不是嗎 系統這裡就出現訊號 投信這裡買 這裡加了最多 有沒有看到 拼命追 有沒有漲 也有漲 這種拉回來就可以留意 對不對 因為他是多投線型 你看 訊號就出完了 一次啟動 我們最多三次加碼 就加三次 來 偽創去2421見準 有沒有訊號 有啊 老師訊號這裡 他投信還沒買 還在賣呢 有沒有看到 投信不是在賣 這兩天才追 所以你跟著訊號是不是比反而還早 老師你不是看籌碼嗎 反而沒買怎麼買的 我這樣更會說 一定比投信更大咖先進去 這樣有了解嗎 因為 持股比重高的 不只是三大反 一定有持股比三大反高的 誰 公司派一 大股東啊 不是嗎 了解沒有 所以 這裡投信還在賣喔 這裡才追回來喔 是不是 6799 來投信 6515啦 我們這支 對 銀威 這也是我們的股票 有沒有在節目裡面分享 5439高際 有沒有 投信買在這裡 我們也在這裡佈局的 有沒有 高級創新高 這裡 投信買在這裡的喔 對不對 5284 JPP 投信買在這裡了 這個就跟我們訊號 差不多同步 對不對 2376G加 這投本比前 有沒有 投信買在這裡了 對不對 這次的籌碼 投信 比我們訊號還早一點 可是他吃貨的時候還沒漲 訊號沒出來 這裡出現 攻擊量出來了 訊號就出來了 有沒有 量價籌碼 了解沒有 來3131紅塑 紅塑很厲害了 我們訊號出在這裡啦 今天是1月9號啦 1月9號到現在都沒有 平常訊號 這裡反而都沒買喔 這裡才開始買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那腰根的訊號買到這裡 所以老師那裡怎麼沒有訊號 大開錢進去啊 還不是投信喔 了解沒有 所以真的是很厲害啦 5243 以勝 以勝這兩天才買的啦 我們訊號比投信 早兩天啊 是不是 有沒有訊號 有啊 投信還沒買啊 投信 這根才買的啊 這根加碼訊號才進來買的啊 3675 也是節目你們分享 這裡德維來 有訊號 拉過來 老師紅磅一半被吃掉了 你就留意一下 紅磅一半 紅磅的地點如果破就走人嘛 你的風險大概不到半支停板 這就是重點 來 2383海光店 有沒有 投信這裡有買喔 有這裡有上去 同步 1519華城也是昨天跟各位說 這個 這裡出現訊號 去年11月 11月爆到現在都沒出 有沒有 投信陸陸續續這裡有進場 這裡怎麼不多買一點 所以 我常說 跟著訊號做 就那麼簡單 輕鬆啦 5234 這裡買的 對不對 8426紅木 有沒有 有沒有很輕鬆 這買超的喔 來看看賣超的 4967 投信買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賣在這裡啦 賣超第一名 賣到這裡今天轉強了 投信賣到幾乎最低點 你要自己操作還在買基金啦 你看 投信追到這裡 我們系統是買來這裡的 這裡賣掉做空 有沒有看到 這裡又犯多了 今天犯多了 投信砍到這裡 所以真的不一定要跟著投信啊 跟著我們訊號比較輕鬆啦 有沒有 你看到這裡 這個同步 熊師啊 平常訊號出來 這是賣超的股票喔 對不對 6782 賣超的股票喔 哇 這裡投信買 這裡投信砍 停損掉 出現做空訊號 同步 6712 來 投信砍 有沒有 出現做空訊號 來 6732 升加 來 這裡投信砍 這裡就出現做空訊號 有沒有 升加 3324雙紅 還好 來 3708上尾投控 3708 來 必須要給我看清楚 有沒有 我們這裡出現做空訊號 投信還沒砍 這裡開始砍 有沒有看到 上尾投控 6146更新 這裡開始砍的 我們這裡出現做空訊號 所以個股真的有多空 不是大盤大漲個股都會漲 這裡砍的 有沒有 這裡砍的 投信 是不是 再來 5009融鋼 這裡的出現做空訊號 這裡投信還要做多 我們波段是從這裡做多 投信在這裡賣 這裡做多一直做到這裡 509融鋼 你就照做 這裡是做空訊號 就不買了 就不買了 所以有沒有很簡單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 這些股票 你看 該做多的 有訊號的 或者看外投本筆 反而大買 反而大買 保勝光學各位看到沒有 投信買 這12天 投信買到第一名 他才最高點那一天 所以你真的跟人家這樣做嗎 你跟著訊號做就好了 對不對 清清通通多簡單啊 很多出現訊號 投信都還沒進場 為什麼 量價籌碼 所以有更大咖 比 投信比外資更早進去嗎 被我們抓到了 了解沒有 這就是重點 透過量價籌碼打分數 真的沒有 美股軟體比我們更厲害 有沒有很簡單 你看那些 法蘭大買的和法蘭大買的股票 是不是都有訊號 照做就好了嗎 是不是 你手上股票如果有 你看訊號照做啊 就很簡單啊 對不對 來你看 5月17號 美食 來美食 到現在 還沒出現品商訊號對不對 來 5月18號 美食 廣定 6441嘛 有沒有 廣定來 還沒出現品商訊號 續報嘛 為什麼今天講 因為當時你看 蓋哪兩檔 我們蓋的是威剛和廣穎 有沒有看到 當時美食廣定對不對 蓋什麼 威剛和廣穎 威剛當時 廣穎還沒找上來 你看威剛在這裡 有沒有 今天威剛漲停了 今天威剛漲停了 是不是 哪裡出現訊號這裡啊 有沒有摳給會員 有啊 是不是 來 廣穎來 今天衝上去啦 這裡是不是摳進去 有沒有 所以 有訊號跟沒訊號 出現訊號就照做就好了 了解沒有 這兩檔今天是創破斷新高 是不是 18號摳的 所以 我們在 除了各位你使用的軟體之外 我還在 一點左右吧 各位看一下 1.04分 提醒大家 家族成員 來 林陽創新 5月23號 不是跟各位蓋牌嗎 有沒有 23號 24號拉回來 我繼續蓋牌啊 就這隻啊 有沒有 今天林陽創新 今天林陽創新漲停啊 是不是 這裡都不要買 這裡再買就好了啊 所以訊號厲不厲害 你自己說嘛 今天林陽創新漲停啊 對不對 還有 有沒有 華清 隱微 秦成 還有什麼 元齡啊 你還記得元齡吧 是不是 前兩天 天然不是拉回嗎 今天元齡也漲停了 隱微來 有沒有 創新高 拉回 有沒有平常去嗎 沒有 就續報 要成為贏家就這樣 買在洗帳點 沒有出現平常去 就續報 你才有可能就像 偽創啦 華城啦 三一三一 對不對 這幾檔 三一三一是什麼 紅塑 從去年11月爆了一大段到現在 這超過一倍兩倍 你有辦法 我們系統有辦法 對不對 而且可以找得到 而且進場比反更早 這就厲害了 對不對 隱微續報 華清來 連續 連續找 有沒有華清 是不是 這檔 哪一檔 秦成啊 對不對 拉回來 哪一檔 秦成啊 不是吧 來 後援是買了95塊 當天 出現訊號96塊半 軟體是96塊半 96塊在這裡嘛 這前天 來 30號昨天漲停 今天 再創新高 來今天 118.5漲 從96塊半來算 22.8% 會員買了95塊已經超過24%了 對不對 沒有幾天呢 所以這重點吧 是不是 所以 這些起帳訊號95分到底重不重要 你看原理 衝上去 昨天我還在跟各位講有沒有 不是嗎 昨天還在講看拉回來怎麼樣 我有沒有蓋牌 沒蓋呀 直接先跟各位說 直接原理漲停板 有沒有 今天原理是不是漲停 恭喜漲停啊 所以你還好我說什麼 全市場最強的股票今天有三支 昨天兩支漲停板 今天三支漲停板 是不是 跟著誰做 跟著我們做啊 九陽就昨天漲停啊 是不是 九陽這裡喔 這裡摳的啊 5月17號 低檔啊 昨天是不是漲停了 昨天漲停啊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 透過量價籌碼 打分數 95分以上了 出現做多訊號 那-95分以下呢 做空訊號 就是這樣 其實操作就 很簡單啦 其實操作就清清鬆鬆 今天九陽還在充興高嘛 對不對 來 那波段的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股票 來 3443創1 有沒有 還在創高嘛 對不對 照做嘛 就像我說 這裡做多這裡賣掉 這裡做多這裡賣掉 這裡再做多 爆到現在嘛 不照做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這裡做你要做空也可以 這裡做多這裡做空 再做多 再做空 再做多 現在爆 2388為什麼呢 出現做多信號 拉回來找買點嘛 對不對 那3035資源呢 還沒有嘛 是不是 還沒做多嘛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操作就很簡單啊 不是嘛 所以最後來這個就跳過 人性的作點怎麼樣 買對抱不住 買錯捨不得 就像我說的 常用海運一樣 對不對 常用哎呀 老師我買了173 隔天 你153把它賣掉就換新鑫 我在節目裡面特別說 5月2號 當天5月2號 新鑫是 圓夢駕 拉回來 前一天 剛好 五一連假的前一天 4月28號出現訊號 5月2號 拉回來 拉回來早買點了 所以5月3號 曹榮賣在153 新鑫買在143 對不對 講過了吧 然後呢 這一天 又來 又來利空了 利空打下來 又來 利空打下來怎麼樣 又上去了 是不是 又上去 縮減資本支出啊 不是嗎 在這裡啊 縮減資本支出 又上來了 已經到高點 來 35%呢 差多少錢 差50塊143到193 你153的長榮換143的新鑫 你還多一萬 漲到193等於長榮漲到203了各位 那長榮什麼時候會漲到價位啊 長榮漲到203 不要說203 179.5要過都很難 是不是 長榮昨天黑K今天又黑K啦傻眼 所以重點是選股 還有買賣點 才 這個是重要的關鍵 買對抱住買錯舍得 才會是市場的大贏家 來看 三樣工業真的 傻傻的一直爆啊 今天又再創新高 漲到79.8已經76%了 真的 很有傻福 就是說你不用天天盯盤 真的不用天天盯盤 只要收盤一看 平常訊號出來隔兩天有高賣一賣 就那麼簡單 沒有平常訊號了 沒有平常訊號就續爆 你才可能爆到偽創 爆到華城 就這樣 系統 還沒有平常訊號 對不對 來 立即抬藥 真的講不完 好強股票一堆 對不對 來看看立即 今天立即又創新高了 創下收盤新高 金像店呢 來 有沒有 金像店 525 26 今天還在整理 所以你的操作 要跟著我們 跟著我們的訊號 你的操作可以很輕鬆 你不用天天很緊張 不用天天盯盤 你天天盯盤很容易錯過大波段 所以我說如果有盯盤的會員 急掌賣一半可以 你不要全賣了 萬一真的有大波段 你到底追不回來 你看 什麼叫大波段 華福嘛 是不是 這裡買進 2月6號 一個波段 152% 平昌訊號出來 我們平昌 對不對 飛鴻來 都有扣委會員 都有扣委會員 飛鴻來 有沒有 一個波段 90% 平昌訊號出來 我們平昌 我們沒有賣到最高點 但是 一個波段 扎扎實實 也相當的可觀 飛鴻有沒有 未來 後來兩天談起來就賣 保益也是 從34塊到69塊半 100% 超過一倍 你這裡平昌有8 90% 是不是 來 華指 探權概念股 是不是 我們都還不曉得怎麼回事 到了 19號晚上 知道了 探權交易所 對不對 連噴三根停板 所以這裡有大咖進去啊 誰我也不知道啊 量價籌碼就算出來了 就那麼簡單 輕輕鬆鬆啦 你看 我們APP的訊號 跟我們軟體訊號 是一模一樣 終於的起帳點 也是這樣抓到的 當天 看得到買得到 限買限漲停 而且出現破斷訊號 對不對 終於 破斷60幾% 平昌 所以長城一樣 24% 金像店23% 立基14% 對不對 秦城 秦城很厲害 今天創新高已經22%了 都在節目裡面分享也沒蓋牌 所以你看昨天 九陽漲停 秦城漲停 對不對 今天 圓林漲停 威剛漲停 林陽創新漲停 那你還要我說什麼 就那麼簡單啊 你照做啊 所以很簡單 來 這兩檔股票還在等你啊 這兩檔股票 這昨天的圖 今天都還沒漲 今天小漲一點點 還沒有黑 那拉回來 等著你 等著你 我等著你 跟著我們同步一起進場 所以我說 你要成為贏家也真的蠻簡單的 你剛剛看到了 哇這股票 有的股票竟然可以抱一個大波段都沒平常訊話 老師你怎麼做到的 系統做到的 這系統怎麼那麼聰明 我教他的 我把我這30年的操盤經驗 灌給他 交給他 因為我知道 一檔股票 怎麼樣會漲 要會大漲 他絕對不是指標交叉 一定有方法 就是我的方法 透過量價籌碼打分數 最客觀 所以你要有方法跟我們一樣 好多股票切入到好的買點 整整抱他一個大波段 你才成為 你才可能成為市場 最大的贏家 剛才給各位看 你看 法人大賣的股票 我們 提前法人 都出現訊號 法人賣的股票 我們也可能跟他同步 甚至 我們出現做空訊號的股票 法人還買就要套牢買錯 所以誰最準 我的系統最準 不是嗎 所以跟著我們做 籌碼 你還有看不到的籌碼 除了法人籌碼之外 還有公司派业內主力大股東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了籌碼 更全面 你就看著訊號做就對了 所以我說你的選擇 真的只有兩個 人性的問題 不是買對抱不住 買錯捨不得嗎 那成為贏家怎麼做 買對抱住 買錯捨得 你就會成為贏家了 所以你要買對 然後你要抱住 買錯你要捨得 大賺小賠 一定可以累積你的財富 所以我說 你就插一個 好的操盤工具 你的選擇真的只有兩個 跟著我們信號 輕輕鬆鬆 來 如果你是 每天都在看盤 操盤 你的工作就是在投資股票 找標股 那最簡單 你就把 支付人家操盤系統帶回去 或者安裝 手機APP 你每天 到了1點左右 你都可以收得到 我每天幫各位挑出來的 標股資訊 你就把那些股票 存在你的資權股裡面 然後每天觀察它 就是那些股票 非常容易出現標股 很簡單 第一個帶 如果是上班族退休族 你不能盯盤的呢 盤中即時訊息帶到 好股票 出現好的買點 第一時間帶各位進場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支付專線 成為支付贏家 我們明天見 想要隨時掌握操盤手的 籌碼強勢股 訂閱籌碼大師 官方YouTube頻道 掃描QR Code 加入Line及Telegram 享受征服台股的 勝利快感